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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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末法时代最容易使众生脱离生死的 是大圆满和净土法门 但因任何事对广大的中下根人来说 修持这两个法门 人必须人必须以手持亲近戒为基础 是大圆满和净土法门的净土法门 并且不能排去甚至调土法门 若已造下这在显宗中最严重的犯法罪业 必须心情忍悔 否则往生与成就都与其无缘 是大圆满和净土法门的净土法门 是大圆满和净土法门的净土法门 佛陀宣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本来就是一脉相成 互相圆融的 各种教法也本属一昧一体 生地会订阅 是大圆满和净土法门的净土法门 在与土法门的净土法门 认为是抵触相为的人 因冷静深刻地反省自己 对佛法是否有全面正确的认识 或带有明显的感情偏执 法王如意宝 以他出世的圣者智慧 确定了弟子们以千禁妾律为基础 今生精进修持大圆满法门 同时结合净土往生法门 临终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依靠上世和大圆满法的加持 浮以自己对上世和大圆满日益坚固的信心 在精神就可获得稀有难得的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但来生在极乐世界 马王的很多弟子 以其广泛的文思智慧 和内在修正的设施 在一生中网红佛法 缘辑后往生西方净土 就已显示了这种修行方法的梦德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尤其 宁玛派祖师 连华神大士本身 就是阿弥陀佛的华身 受弃法王如意宝 亦是阿弥陀佛的华身 法王不但在平时宣说极乐世界的功德 并经常让弟子们集体发愿往生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戒律是三称佛法的基础 在佛子行三十七宋中云 无界自立尚无尘 欲能利他岂可能 事故无存贪有心 不持境界佛子行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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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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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容置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乘菩萨 度化众生的首要条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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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胜的大乘修法功德 也如空中楼阁一样 无从升起 有些人一方面以为小圈的修法很好 但另一方面却又看不起 以为太低了 若修行人的相许中 没有以处理心和亲近的别解脱戒 戒体为基础 菩萨戒及三昧爷又从何谈起 佛曾在菩萨妾本经中说 若菩萨如是见 如是说言 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 不应受 不应学 菩萨合用身闻法为 世民犯众多犯 世民犯染无奇 菩萨妾卫不应用 菩萨迪的部分 还有人认为小乘都是发心力气的 既学了大乘活法 是否可以不守小乘的戒律 这种看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小乘行人谨守切无犯 对他人不乏全心 口中不宣他人过失 不损害他人等 守护自己这点和大乘菩萨有任何差别 也和佛陀没有差别 二 但大乘行人 在小乘的基础上 发菩提心 手持菩萨戒 或逆宗行人 手持三昧也 自己的三门 不但不会损害友情 还积极绕一种身 生发菩萨戒 如不杀身且放身 不偷盗且不失 不称恨而忍辱等 这样不但大臣戒守得好 其小臣戒律 必然守得更严谨 有人以为自己学的是无上大圆满 而非小臣或大臣戒守 不纵然或居士根本界 或出家根本界 仍然可以调伏自相续的烦恼 仍然可以弘法立身 不会剁恶去 这种观点并不如法 学密法的人破了小臣或大臣的根本界 若不忏悔清静 不但得不到小臣和大臣的 殊胜出世间果位 更不可能 极深陈旧 不上不果 不上不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户比中华应景协会 各位朋友 我是吴念真 睡末团圆的日子又将到来 给这些孤苦的朋友温暖的安慰 也能感受连结团圆的气氛 爱心专线 0228357700 0228357700 朱山长老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各位信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 让我有这个机会 透过电视台的网路平台 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墨学是在台北荣云市 在107年接任了荣云市之后 那因为荣云市 已经有150年的历史是在过去贤盾老和尚 那贤盾老和尚在他的年代是跟白胜长老一起在台湾佛教 那贤盾老和尚在台湾佛教 那贤盾老和尚呢 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荣云市 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 因此一直延诺到现在 那墨学明来 在接任荣云市之后 也真的看到荣云市 我们的身中 年纪都很大 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很老旧 那为了能够重建呢 就配合政府的围老都根 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 大家的帮忙之下 我们已经取得了围老都根的重建计划 也取得了建造 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 那经费呢非常的庞大 那在此透过网路电视台 来向各位法师 来向各位信众联友 来请求大家来扶持荣云市 来赞助荣云市的重建 荣云市的重建 将来是在台北市 一个都会区的道场 希望透过十方信众 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 让荣云市的重建 能够早日的完成 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 我们荣云市呢 必须在三十一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要必须完成 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在此呢 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说明 来向各位朱山长老 法师来报告 也来祈求大家来帮忙我们荣云市 让荣云市的重建早日完成 让我们的身众让我们的信众都能够在荣云市好好的用功办到 再次墨学再次的来恳请十方信众 还有我们朱山长老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加持 来给我美心 这个在经费上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确实在这段时间 阿伯也很大 因为中间 荣云市已经拆除了 但现在要重建 也势必要完成 但是开始经费 很欠缺 希望各位信重 跟我们赌三天 让我们早节日完成两分时的中间 在此再次感谢 各位法师傅 各位年利的佛祺 感谢各位 祝大家发力穿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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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